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信佛大多也本着能够得到佛祖点化 要么是让这活着的仪式顺遂 要么就是希望聆听佛法以此得到 赤吻原本这几日在仙山过得还算舒坦 但因为今日的不速之客 却又开始忙碌了一段时间 一位西方道人装扮的仙僧归归聚聚 在方丈仙山下地上拜铁 话已得了信而转交给赤吻 就这样那西方道人 而顺利前往仙山与赤吻少主见面 灵智慧朴明明望望 仙山玉树飘渺至极 那西方道人上了仙山 先是朝着滑龙池瞧了瞧 到了金玉琉璃宫 又对着盘旋在宫顶的那些幼龙 看了个仔细 见赤吻而来才收回眼神道 我西天三境游也有一滑龙池 乃是渡化龙池相关的一切之戏 今日来此仙山 见到赤吻上神这滑龙池方 深感这天下万物皆有造化 自有来处已有归宿 西方道人说完又向赤吻亲身一拜 便是以西天之礼问好 赤吻则也是一招神族的礼数拱手行礼 道 今日仙僧来我仙山 当真是我的荣幸 说完赤吻伸手邀请将那西方道人 顶至菩提成牌的一块绿荫场落座 又亲自烹茶闲聊一阵才说到正事 原来 这位西方道人照例 您由四方宣扬佛法时 恰好路过了龙山 见那山脚虽然偏远 但却因为景色甚好 因此引得西方道人逗留了几日 恰恰好瞧见了一个年轻人 但那西方道人却一眼就看出了那年轻人的身份 想着龙山地处九中天下的神族 便直接想到了这方丈仙山便是龙族的出处 因此便来了 赤吻和话一听西方道人说完 便已经知道这位道人说的是谁了 冥冥之中 最后他还是会化身成为真龙 早知如此又何必之前那些当初呢 此次西方道人前来 不过是想了解一些关于龙旭从前的事情 赤吻本就念着从前的情意 费不少尽才将龙旭拖成了一个凡人 今日西方道人来此的目的赤吻 倒是十分恶意欲成此事 便将龙旭的身份说了个清清楚楚 一阵寒暄后 西方道人深深点头 道 既如此 上神费心了 既然是与我西方有缘 那将来自由造化 今日叨扰了 西方道人说罢便起身告辞 赤吻也不多留 两人寒暄道别后 赤吻行至赤谈从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脑海中 碧海苍林 凤九坐在那一束佛林花下发呆 算着日子少晚这几日便要生产了 凤九还是有点紧张的 东华帝君走了一圈 看到了凤九独自一人坐在那里 背影十分甜淡 忽觉他家小狐狸仿佛长大了许多 不再像是从前那富天真小狐狸模样 心中温暖 走到凤九身边坐下道 小白 明日我们去昆仑去吧 凤九转头 道 你也想少晚了吧 东华帝君淡淡一笑 道 我知道你惦记着 所以就带你去了 凤九挽起东华的胳膊 道 我就知道夫君最好了 东华帝君一笑 歪着头靠在凤九脑袋上 两人看着远方 七彩的云霞 斑蓝的色泽 空中飘着佛林花瓣 场面比起方丈仙山 更是多了好些温暖 昆仑须这几日很有些草木皆兵的意思 末元上神这几日一刻不离 就连弟子们这几日也是天天在附近来来往往 生怕错过了师娘的吩咐 白浅这几日也是从十里逃离来来回回 一边叮嘱着哲言一边又念叨着夜话 就是为了早一天去昆仑去陪着少晚 八荒六合的神仙自然也是没有怠慢 找着赫里又来来往往去之后公主那里表心意 实在是忙碌的紧 连颂和成玉闲聊着 觉得最近的八荒六合还真是热闹 成玉阴着 却没再说旁的什么话 只是专心的发呆 连颂瞧着成玉的侧脸 想到前些日子私命的一番肺腑之言 思考着最近等昆仑须大事定了之后 便要诚心诚意的去请教东华 可连颂向来知道 东华帝君很是不爱这些闲事 既然要诚心诚意 那究竟如何才能显出他的诚意呢 沧海桑田 如今那位常年必逝的东华帝君 如今可真是转了性 不仅整日带着帝后四处游玩 就连常年不去的昆仑须 如今跑得也情了些 不过这道事事出有因 原因是昆仑须的墨渊上神与魔族的少婉十足 添了一个小娃娃 至于这小娃娃是容是奉 眼下还是未知的 因为自从少婉参加完摇池仙会之后 便在昆仑须大门不出二门不脉 哲言上神也因此三天两头就到昆仑须 神仙们也不敢轻易打扰 只好自行揣测着 直到有一日就连方丈先生的吃吻上神 也急匆匆去了昆仑须 大家这才料定 一定是少婉十足生啊 昆仑须 哲言上神和白真神清气爽的坐在菩提树下饮酒 东华帝君则是和吃吻在一起 不知在说些什么 但见东华帝君的表情 十分值得令人回味 后又见连颂一脸喜气的样子出现 紧接着便是叶华 昆仑须屋内 白浅凤九还有承玉 各位女仙抱着一个浑身裹着通红小云被的婴儿 那婴儿一直提哭 白浅上神被她哭得有些慌了神 凤九则是顺手抱过小婴儿 与承玉一唱一喝的斗着 墨渊上神坐在少婉床踏边 握着少婉的手不发一眼 满脸的心疼 少婉有气无力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不喜欢我们的孩子吗 墨渊上神道 喜欢 只要是你生的 我都喜欢 少婉了解墨渊 再肉麻的话她也是说不出来的 但是墨渊上神接下来的话 不仅让凤九和白浅等人感到惊奇 就连少婉也是惊讶无比 想来叱咤风云的墨渊上神 双手握住少婉的手 一双眼睛似乎马上就要掐出水 道 晚晚 我们就生这个孩子吧 少婉不明白 墨渊接着说道 生孩子实在太痛了 我不舍得你如此 此话一出 屋内的女仙们都觉得温暖无比 看着两人你浓我浓的模样 大家纷纷退出内屋 到大殿中等着 与此同时 凤九怀中抱着的娃娃 哭声稍稍减弱了些 而屋外的神仙们也闻讯而来 进了大殿见到众人 却不见少婉和墨渊 都是尊神 瞬间也就明白了 不负众望 少婉十足果然基因强大 这一开顺利的为四海巴荒 骗了第三只凤凰 难怪哲人方才神清气爽的 在菩提树下白日里 便喝起了酒 而东华帝君则是看了一眼 凤九怀中的个小婴儿 看着凤九如此爱不释手的模样 帝君老人家动心起念道 小白 你若是喜欢 我们也可以再生一个 因为方才听了 墨渊上神如此贴心暖意的话 此时又听见东华帝君这话 虽然是玩笑 虽然凤九知道 东华是真心疼爱自己 可两相比较之下 凤九还是有点不大乐意 道 方才墨渊上神说 只剩这里的小凤凰 原因是怕少婉太痛了 舍不得 虽然没说旁的话 可凤九那微微撅起的嘴 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情绪 东华帝君大概也没想到 墨渊会不必人说如此肉麻的话 因而让自己算是在此时栽了跟头 不过好在帝君老人家脸皮后 立刻接了一句 小白 我只是随便一说 我也不舍得你受苦 说着还轻轻拽了拽凤九的衣袖 那模样真是胜过了当年在阿兰惹之梦中 一日不见 如个三丘的撒娇场面 未出一日 四海八荒临近夜幕时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